民述记 民述记是圣经的第四卷书 记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维奴之地后发生的事 神把他们带到西奈山 在那里与他们立约 尽管以色列人背逆 但神还是满有恩典 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出路 让他们能住在会墓旁边 靠近他圣洁的同在 民述记开篇就讲述 以色列人结束了在西奈山长达一年的停留 开始向旷野行进 到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 这卷书的情节是根据以色列人的行程阶段设计的 第一部分开始于西奈山 然后他们出发去巴兰的旷野 从那里又去摩押平原 摩押平原就在应许之地的对面 第一部分以普查人数开始 本卷书也因此得名 随后是安排以色列各支派 在营中位置的规则 中间是会墓 围绕会墓的是祭司和立位人 他们周围是排列整齐的十二个支派 以犹大为首 这一切都是精心的预表 表明神在百姓当中 彰显自己圣洁的同在 接下来的系列规定 是对立位祭中有关捷径规条的进一步展开 如果神与百姓住在一起 他们就要尽力让营地干净 因为这是迎接神的圣洁之地 在第十章 表明神同在的云彩从会墓升起 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西奈山去旷野 但一转眼 情况就变得极其糟糕 在第十一章 以色列人开始抱怨又渴又饿 说自己多么想回埃及 第十二章 摩西的哥哥和姐姐起来反对他 在会众面前说他的坏话 显然这段行程的开端并不顺利 接下来讲述了以色列人到达巴兰的旷野 那里距离应许之地还有约一半的路程 神让摩西派出十二名探子 每个支派出一个代表 前去查看应许之地 回来之后 有十个探子说 以色列人在那根本活不了 迦南人会灭了他们 只有迦勒和约书亚两个人说 神会拯救他们 但那十个探子煽动人心 使百姓陷入惊恐和愤怒 他们甚至开始策划一场叛乱 将任命新的领导人 带他们返回埃及 可以想象得到 神因此极为愤怒 于是摩西替百姓带导 求神信守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这一次神答应了 但不能牺牲他的公义 神把以色列人想要的给了他们 使他们终生无法踏进迦南地 神审判这一代人 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直到全部死去 只有他们的儿女 才能进入应许之地 你可能认为 这个后果如此严重 以色列人应该有所警醒 事实反倒更糟 有一大群立位人表现悖逆 挑战摩西和亚伦的领导地位 说他们的权力太大了 所以神严厉地对待这些立位人 重申了他对摩西和亚伦 做以色列领导人的任命 以色列人离开巴兰地区 再次启程后 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他们再一次因为干渴而抱怨 质问摩西 为什么把他们带出埃及 于是神让摩西吩咐磐石出水 给所有人喝 但摩西没有照做 他越过自己的权限 再次击打磐石 然后说 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听着 非要我们叫水从磐石流出来 给你们喝吗 不久 以色列人又开始悖逆 神因此施行了一场奇怪的审判 他让毒蛇来咬他们 摩西为这些人代求 神告诉摩西造一条铜蛇 把他挂在杆子上 凡是抬头仰望铜蛇的人 蛇咬的伤就会痊愈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标志 但它表明神信守立约时 面临的挑战 神审判以色列的邪恶和罪 是公义的 但即使神的审判 对那些仰望神 求医治的人来说 也会转化为生命的源头 从这里开始 以色列人进入摩押平原 这段的第一个主要部分 重点讲巴兰 这个奇怪的人物 当一大群以色列百姓 途经摩押领土时 摩押王吓坏了 雇了一个外邦术使 巴兰来诅咒以色列 在三次不同的时间 巴兰发现他无法发出诅咒 只能说祝福 请记住创世纪十二章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巴兰不但无法诅咒以色列 而且神给了他一个意象 让他看到未来的以色列王 有一天将把神的公义 带给万国 这个意象 让人想起雅各 在创世纪四十九章 对犹大的应许 现在需要停下来 好好想想民数记的内容 在旷野中 贝逆的是一件接着一件 情况越来越糟 虽然神对以色列 有个别的审判 但同时 他也不断地通过 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水 来显明他的慈爱 因此 巴兰的故事从正面 显出了神的恩典 这是以色列所在之处 他们在营中抱怨 贝逆 但他们不知道 在山上 神在保护 甚至在赐福他们 在旷野中 以色列的悖逆 和神的信实 形成强烈的对比 正因如此 这些故事 对以色列的后代 非常重要 旷野的故事 被后来的旧约先知和诗人 甚至新约的使徒们 一再地复述 这些故事 一直在警戒我们 神会信守 他立约的应许 但他也会任凭 他的子民 悖逆 远离 并面对种种后果 这卷书剩下的部分 重点讲述了 旷野一代人的儿女 他们开始预备 继承应许之地 以色列再次 数点新一代的人 然后 他们继续生活 并在与周围族群的战斗中 取得了胜利 而后 有几个支派 甚至开始在应许之地 定居下来 民书记 以新一代以色列人 准备进入应许之地 作为结尾 摩西在此 做了最后一场 充满远见着实 和警戒的教导 这就是民书记的经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